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让我们了解一下吧 垃圾总类分别指定了可扔放的新旗 如有不明之处 请向厅内会的人事咨询 或者查看岗山市政府官网 垃圾站是大家的共享空间 请务必遵守规则 文明使用 可扔垃圾与不可扔垃圾的知识已经明白了 大件垃圾和易拉罐塑料瓶玻璃瓶该怎么处理才好呢 好吧 让我们继续听听吧 无法装入20升垃圾袋内的单件大型物品 则为大件垃圾 大件垃圾不能扔放在垃圾站 处理大件垃圾必须要预约 以大件垃圾小的垃圾被分类为可燃垃圾与不可燃垃圾等 除此之外还有资源化物品 资源化物品为可循环再利用的物品 包括依拉罐以及塑料瓶等 可以扔垃圾的日期与场所是被指定的 在处理易拉罐与玻璃瓶以及塑料瓶时 请务必用清水刷洗干净 易拉罐请放在蓝色收集箱内 玻璃瓶请放在黄色收集箱内 请将塑料瓶的标签与瓶盖去掉后 装入透明塑料袋内绽放 谢谢您已经明白了 如果想了解更多细细 请查看垃圾回收史栏 还有中、英、韩、月板 详细内容清 查阅官方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